侯爷 侯爷 没说今天要来呀 频道惶恐 什么也没准备 不妨是 找一间近市 杯一些热茶水即可 我要招待一位老朋友 夏兄 我這韓中冠不太好找 路上岔口又多 夏兄騎馬來的 竟比我這坐馬車的人 還要晚到啊 燕汁不是嚴吼你先走啊 帶你來是跪京的 怎麼老跟著我啊 還不快去 爹 真的要跪一天嗎 再鬧就跪兩天 夏守尊 玉京告辭了 這孩子交灌壞了 一點兒苦都吃不得 我看玉京還好 跟嚴侯你年輕的時候還挺像 夏兄 我年輕的時候哪有他這般頑固 不過孩子們總是成長得太快 如果夏兄的孩子還在的話 怕是撒起嬌來和玉京差不多啊 嚴侯約我前來 是要站在這裡說話的嗎 岂敢 夏兄 灌內一叙 有個心情 你先進去 那天我才能進去 我就是快得錢 你先進去 我來 從他開始 我下手尊 你先進去 他有说因为何事吗 既然下手尊希望殿下在宫里 向来定有他的用意 难道就是今天吗 这罐里的茶堪称是一绝 侠兄请尝尝 言侯信中说 知道我一直挂念的一个人的下落 指的可是小儿吗 当年夏兄为了华族玄机公主 这个红颜之己 致自己的发起雨不管不顾 对好友的劝告不理不睬 以至于尊夫人一怒之下 携子出走不知所踪 虽然如今事隔多年 时过境迁 可是夏兄你记挂的还只是你自己的儿子 而不是你师出同门 圆佩节里的发妻呀 这是我的家事 不劳我眼后操心 如果真的不劳我操心 何必渐行即来呢 我今天过来只想问你一句 既然你当年怎么都不肯告诉我小儿的下落 那今日为何又愿意说了呢 原来夏兄一直认为 当年是我们不肯如实相告 其实啊 你错了 孙夫人走得决然 她没有把她的行踪 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真的 真的 我想她一定是心寒至极 夏兄你深深处地地替她想一想 她当年因为一时心善 在叶幽婷救了王国为奴的玄机公主 细心爱护 如解如沐 却不想这世上竟有如此以怨报德之人 全无心诚之人 后来她看出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情 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 只是当时你不肯回头 她这才万念俱灰 携子出走 她之所以隐瞒了自己的行踪 我想啊 也有要跟往事了断的意思吧 参见豫王殿下 高公公 父皇今日心情可好 好好 这大过年的哪能不好呢 那我就算是锦上添花了 南州新城进的一块岐石 父皇见了他会更高兴 既然这样 那你为何今天要约我出来 夏兄请听我把话说完 尊夫人走的时候 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任何人 这是真的 可是 就在五年前 她还是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 为什么是给你呀 为什么是给你呀 那恐怕是因为京中故人 已被你铲除干净 唯独只剩我一人而已 夏兄你自己的手笔 难道忘记了不成 他说什么 他说自己身染重病 恐怕时日无多 唯念今中固有 庆明寒时能妖记一二 还有呢 还有令郎阴染脑机 危及成年而妖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小兄 信在这里 信不信有你 你二人是同门师兄妹 就算没了夫妻情感 她的字你应该还认得吧 这应该是她在这世上最后一件遗物了 你竟撕得下去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封信是写给我的 它在信上并没有让我通知你 所以 信上的内容是不是跟你说 什么时候跟你说 自然是由我来决定 当初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什么也不想说 可是我今天突然又想说了 就是这样 师父 师父 息怒 他把你全都想到夹了 我也想到处快 那我就想到处后 那我没有人也想到处 叫他 要是让你职位 让你职位 是从到处劫剩的 甚至此